5月6号晚张丹丰封播后首次发文 称经纪人必赢一亿引就辞职 现在处于交接阶段 关于红星删除与他相关的微博仪式 张丹丰表示是之前两人吵架时删掉的 并质问难道非要搞得我们家 支离破碎才是你们想看的结果吗 他还称儿子清空微博是公司在出道前的统一安排 希望不要在孩子身上做文章 猛狗老新闻事已至此 希望有些网友不要再伤害他的家人了 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